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华为秘密建造半导体设施 规备美国的制裁 中国的央行迫调 并没有冻结存款 云南警示非法出境空险 崔永元卖字画维生 以下是新闻详实内容 印度成为第四个能够将探测器送上月球的国家 印度的月球探测器月船三号 在月球的表面着陆 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探测器 亦是继美国前苏联和中国之后 第四个登陆月球表面的国家 月船三号7月14号 白胜火箭升空 任务的目标是 探索银石坑吸岩石的结构收集数据 并将图像送回地球 印度2019年的登月计划已失陷收场 而这次最新任务登场的前几天 俄罗斯近50年来 第一次的月球任务 同样计划在月球南极附近登陆 但在接近目标时坠毁 正在南非的印度总理莫迪 向印度控制中心及国民表示祝贺 形容印度现在已经登上月球 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莫迪当日在金砖国家峰会的会议期间说 在这个欢乐时刻 我要向全世界人民说 印度的登月任务成功 不单止是印度的事 这一次的成功属于全人类 印度再见的桥梁倒塌 有多人丧生和失踪 印度媒体8月23日报道 说当地一条兴建中的铁路桥梁倒塌 至少有17个人丧生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事件发生在东北部 米佐拉姆邦距离首封崖祖尔 大约21公里外的塞朗格地区 一条正在兴建的铁路桥 在23日早上11点左右倒塌 警方说 事发时 桥上有40名工人 印度当局在雅力中 发现了17个围体 另外还有多人失踪 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地搜救 当地的铁路公司说 事发的桥梁 是连接东北地区所有首府的铁路一部分 指工程已经进行多年 这座的桥梁建议一道河流之上 桥梁高104米 由于目前还不知道这件意外原因 米佐拉姆邦的首席官员 在社交平台X上留言 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 并向遇难者的家属表达了慰问 雷蒙多会见中国驻美大使 借封 美国商务部 第22号发布新闻稿 雷蒙多当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 借封 双方进行了富有成后回谈 新闻稿 雷蒙多在会谈中提出了对美国 美国企业同盟工人 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并讨论了与美中商业关系有关的问题 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 认中国商务部部长黄文桐的邀请 雷蒙多将在这个月27号到30号访华 雷蒙多是今年第4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政府高官 他在这次访华期间 将到访中国首都北京和上海 并且与中国高级官员 以及美国商界领袖回面 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说 雷蒙多将传来一个信息 即是美国并不寻求和中国脱钩 而是以去风险保护美国国家的安全 华为秘密建造半导体的设施 规备美国的制裁 中国的通讯巨头华为 据说在中国各地秘密建造一系列半导体制造设施 以规备美国的制裁 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 总部设计华盛顿的美国半导体协会 华为去年已宣布 投入晶片生产的领域 预计将从中国政府收到大约300亿美元的官方导作 协会说 华为目前已至少收购了两座现有的工厂 并且正在建造另外三座工厂 美国在2019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中 禁止美国的供应商 未经许可 向华为出售货物和技术 以压制华为 研发先进半导体的能力 布图说 如果华为以其他公司的名义 建造半导体设施的消息属实 意味着华为将能够绕过美国政府的限制 间接采购美国的先进晶片制作制备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对此回应 当局正在密切关系情况 亦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除了华为 还有几十家中企 同样被列入出口管制的清单 包括福建的进华集成电脑有限公司 和彭心微集成电脑制作有限公司 这两家公司 都被美国的半导体会指称 是华为网络的一部分 美国工业和安全局说 由于华为 福建进华和彭心微 都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管制 他们寻求庞大的官方宝座 设法发展本土技术的举动 并不令人意外 美国当局正根据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 持续审查并更新出口的管制措施 中国央行辟谣 并没有冻结存款 针对网前有消息说 储户存款超过100万人民币 将会被永久冻结 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中国的央行辟谣 相关的消息纯属谣言 银行必须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的微信公号 中国央行星期二 即是8月22日 发布的譬如信息说 经过核杂 网传8月份开始 银行将永久冻结部分存款的账户 纯属谣言 银行说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银行必须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 出现的银行冻结账户程序 亦要遵循相关的法律程序 不存在紧紧凭一纸公告 或者所谓的内部文件 就冻结账户的情况 近期网传有消息说 从8月份开始 凡是储户在银行存款 超过100万人民币的 将被永久冻结 自在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和银行储户的信任 传言说 这个政策的动机 在于压制资本外流 保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但是 也引发了对金融体系的担忧 第1财经报道 这个辟谣的消息 此前曾在8月21日 发布于上海的网络辟调平台 从今年3日开始 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冠以 银行重大改革等标题的消息 来源通通是网民个人 或者名为财经说 科技等的媒体 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大致相同 意思就是 银行有新的决策 将永久凍结部分存款账户 生存的时间就不一样 有些比较模糊 有些说8月 有些说9月等等 雲南警示非法出境的空险 雲南多地密集启动声音论 反习的宣传 警示民众 境外高薪目光的空险 不要被高薪招屏诱骗 非法出境 据澎湃新闻报道 昆明反电讯网络诈骗中心 在8月17日公开信中介绍 使用境外的电话 进行电讯诈骗情况频繁发生 其中 202年1月至12月 全市涉及00号段境外号码 实施的电策案件 占总数比例百分之21.6 2023年以来 昆明市涉及00号段境外号码 实施电策案件 占总案件数的百分之14 关于犯罪集团的有限方式 玉溪市公安局反习中心说 违法犯罪的团伙 经常使用免务费 包食住 高薪水等 虚假招供招聘的网络信息 有骗人们非法出境 雲南楚雄州南华院公安局 在星期一百月21日的公安信息中说明 一旦偷渡出境 就会被当作商品 随意买卖 被电炸 赌宝团火 非法拘禁 遭臣嘔打 伤害 解构工作十分困难 并需要支付高额的赎金 提醒人们 不要相信任何边境高薪招聘的广告 视频及朋友要约 偷渡出境 为压制境外电话引系的电策案件 昆明市反电讯网络诈骗中心 号召全市市民 在无海外的情况下 关闭境外电话功能 欲溪市公安局反责中心告解说 境外并非遍地有黄金 而昆明的六院院公安局反责中心更是警告民众 被安排到诈骗窝点之后 如果不交钱 又完成不了工作任务 就会像猪仔那样被转卖 受信折磨 甚至有失明危险 两日共有六名电讯诈骗犯罪验人 而交给中国警方 今早一早 两名电讯诈骗犯罪验人 在仰光的国际机场 由缅甸的警方 而交给中国警方的工作组 压解中国 据中国处缅甸大使公的微信公号 星期三发布信息说 这两个人都涉嫌诈骗罪 其中一个人 是倒炸团火的骨骗头目 是打击电炸犯罪的重点对象 这是今年6月份 中国警方的压界六名 在缅甸电炸犯罪验人 翻国后 第二次压解犯罪验人 中泰缅老四国的警方 日前解冻合作 打击倒炸集团专项联合行动 志在严厉地打击 本区域电讯网络诈骗 和网络赌博犯罪 坚决扭转人口的泛民 及绑架拘禁等犯罪高发的态势 今晚 再有四名电讯诈骗犯罪验人 在仰光的国际机场 由缅甸的警方 而交给中国警方的工作组 崔永远卖字画为生 中国央视前知名主持人崔永远 曝光自己的近况 照片上 只见他穿着拖鞋 坐在大楼里面 摆摊卖字画 让人唏嘘不已 崔永远表示 他售卖字画是为了养家户口维持生计 并不觉得有什么刁面 崔永远五年前 举报范冰冰签阴阳立同 涉嫌逃遂 揭开了中国演艺圈的黑幕 也让范冰冰跌落了神弹 不过 崔永远事后自爆话 曾经遭受死亡的威胁 还被抄加息的调查 而本人 亦消失在荧光幕外 他的微博 亦不再更新 其实 在崔永远身上发生的 就不单止是范冰冰这一单 据中国媒体概范娱乐报道 崔永远透过账号 崔永远真话 兜售自己写的书法 由于当日室外嫌疑 崔永远来到一栋 转门销售书画股物的大楼里 叫卖字画 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 崔永远 穿着一件花褶衣 拖鞋 挂上一个麦 坐在板凳上 地下 摆了几张书法作品 供路过的民众挑选 年过六十岁的崔永远 身形部首 比以往仓佬 神情有些潮水 他对着镜头表示 自己现在并没有工作 卖字画是为了养家和狗 维持生计 摆担赚钱 亦可以感受到快乐 自己也很光明 并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 所以 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的地方 据了解 崔永远卸下了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的单纸之后 每一次露面 都是一副低调接地气的模样 不久之前 崔永远开始账号售卖书画 还时不时发布视频 宣传自己 他的每幅字画都不平 大约是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据说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已经买了五幅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